这是一架满载起飞的F-15E战机 它的最大起飞重量接近37吨 由于携带数量恐怖 也被人们誉为空中炸弹卡车 但实际上除了炸弹卡车之外 该机还是一位空中油车 它身上最多可携带15.4吨的燃油 除了F-15之外 美军的超级大黄蜂战机 同样也是一位油料怪兽 那么带这么多燃油 飞行员是如何在空中平衡机动性的 如果油箱被敌人击中 又会对战机造成多大影响呢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欧阳亨特 今天咱们来聊战机油箱 战斗机的油箱是飞机设计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涉及到结构功能 以及战斗应用等多个方面 在通常情况下 战机油箱的分为内部油箱 外部油箱两种 其中内部油箱的位置 一半分布在机翼内部 即是靠近机翼根部 虽然内部油箱容积有限 但却是最安全的燃油储存方式 因为它们受到飞机机体的保护 不容易受到战斗损伤 同时机翼内的油箱 还可以有效分布重量 并增加机翼的强度 而外部油箱通常分为 副油箱和宝型油箱两种 其中 副油箱通常安装在战斗机翼下或机腹 主要用于延长航程 一旦油箱燃油耗尽 飞行员可以将其抛弃 以减轻重量 或在战斗中提升机动性 尤其是机头指向性和迎面推力 在越南地区 具有不少当地人 用美军留下的飞机副油箱 改成小船使用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 不是所有副油箱都可以扔的 比如F16的中线油箱 是不可以空中分离 只能转场用 而记忆挂点油箱则可以扔 如果你在挂着中线机副油箱 进行大距离转场时遭遇敌击 想扔也扔不了 尽管扔副油箱带来的机动性 只有较小概率保证飞机不被干掉 但比起飞机和飞行员的价值 浪费的那点油钱也就是洒洒水了 而保型油箱与副油箱不同 通常安装在机身上 并且与机身设计紧密融合 不会显著增加阻力或影响机动性 这类油箱不能在飞行中抛弃 但能够大幅增加航程 尤其在需要执行长时间制空任务的时候 哦对 在战机油箱当中还有一个特殊款 它就是SR7黑鸟的结构油箱 这是抽油工厂为了应对黑鸟那超高的速度 而特意设计的一种油箱 所谓结构油箱说白了就是没有油箱 在机体结构中间空出来的地方 都密封起来作为油箱 所以叫结构油箱 这种结构油箱的外皮就是飞机的蒙皮 黑鸟整齐大部分结构空余 就是被当作油箱来使用的 虽然结构油箱会导致SR7在地面的时候 出现漏油情况 但带到它高速飞行 随着机体温度升高 其蒙皮接缝处的缝隙 也会因为高温而膨胀贴合 进而不再漏油 很多人一看 战机身上这么多放油料的地方 会好奇 它在战斗中是否会被地面火力击中导致爆炸 但在真实战斗中 战机油箱可没那么容易被打爆 一般来讲 战机油箱发生爆炸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油箱内必须有空气 二是炮弹或子弹击中油箱产生的温度 达到航油燃电 目前大多数战机采用的航油燃电 为400多摄氏度 普通子弹击穿油箱 很难达到如此高的温度 这时候可能就有长得帅的想问了 既然普通子弹不可以 燃烧弹应该没问题吧 部分燃烧弹确实可以 比如夜光弹燃烧穿甲弹等弹药 夜光弹击中目标后 弹内的金属锣和镁会发生化学反应 瞬间释放出大量热量 达到航油燃电使油箱发生爆炸 燃烧穿甲弹则会击穿油箱 利用燃烧剂点燃燃油使油箱发生爆炸 不过在一般情况下 战机起飞前会检查燃油是否加满 飞离敌方上空时 会调整飞行角度 尽可能不将积附面向敌人 在这种情况下 地面作战人员有可能连油箱的影子都找不到 更不要说打爆油箱了 视频的中间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老亨特 你的一个赞和转发都是我做视频的动力 好了 咱们继续回到正题 虽说战机油箱的材料 通常使用的都是铝合金或复合材料 有燃烧的机会 但早期的战斗机油箱 都会设有防弹装甲或自封装置 以增加抵抗敌方攻击的能力 其中最早的自封油箱 起源于二战美国舰载机 这项发明拯救了无数美空军飞行员 因为它带着满身弹坑返回机场成为可能 那时日本飞机的油箱 基本就是一个铝合字 只要被击中就会一直漏油 且有很大可能会起火 而美军装备的自封式油箱被击中后 基本不会漏油和起火 从这张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出 自封油箱就是在普通油箱的内部 加重了一层软橡胶 当有蛋片射中油箱时 旁边的橡胶在油箱内部压力的作用下 会立即将蛋片打出的缺口堵住 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燃料泄漏 此外自封油箱内部还有许多的填充物 这些填充物多为多孔的防火材料制成 这样的材料是油箱内部的燃油 被这些多孔材料给吸附住 使其而不能自由流动 再加上压力共有的方式 使油箱内保持有一定的压力 这样自封油箱被击中后 既不会漏油也不会起火 这种设计思想 其实和后来黑鸟身上的结构油箱 有一举同工之妙 不过随着现代武器的威力越来越大 自封油箱也逐渐被淘汰 然后再回到咱们最初的问题 飞机身上装这么多油料 不会影响飞行员的重心调整吗 当然会 因为现代战斗机设计时 会将油箱布置在飞机的中心线附近 这样即使燃料耗尽 也能尽量减少对飞机重心位置的影响 同时线油箱大部分战斗机 都转而采用压力共有 油箱内部有带孔的填充物 像船舱一样 把油箱分割成一小块 让燃油不会来回晃 进而增加稳定性 这样的设计下也避免了油箱重担的时候 波及其他地方 除此之外 飞机上的自动燃油管理系统 还会根据飞行状态自动调整 各个油箱的燃油消耗顺序 也尽量维持飞机重心稳定 通过不同油箱之间的燃油转移 系统可以动态调节燃油分布 减少重心偏移 在起飞或巡航阶段 燃油管理系统可能会优先消耗某些特定油箱的燃油 保持最佳的重心状态 在着陆时 系统会确保剩余燃油分布合力 不至于引发重心过渡前移或后移 影响着陆时的操控 虽然大多数现代战斗机使用自动燃油管理系统 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 飞行员可能会手动调整燃油的分配 例如在战斗或急转弯的时候 飞行员可以通过这种举动来优化重心位置 确保飞机在高机动飞行中的操控性 不过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比较少了 因为现代战斗机通常配备高度自动化的飞行控制系统 该系统能够实施检测飞机的重心变化 并通过自行调整飞行控制面 如金翼、升降度等进行补偿 这使得即使燃料消耗导致重心发生轻微变化 飞机也能保持平稳飞行 不需要飞行员做过多的手动干预 因此通过这些设计与管理手段 战斗机能够在燃油消耗过程中保持重心平衡 从而确保飞行性能和安全性 综合控制系统也使得飞行员能够专注于任务 而不必过多担心油箱和燃料对重心的影响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 咱俩和燃料